看到恒指又在市7月以来的低位 虽然未去上市的水平 还有科技指数在市场上市以来新低 这个市况怎算呢? 现在又担惹共同富裕 刚才我们开节目之前也有说 腾讯其实先后也出了1,000亿 参与共同富裕的计划 有些人说是否叫劫富制贫 这些好像内地方面的影响 再加上外卫又怕 阿联储局是否会快些收税 整个市况 都是会科技股带着市再跌 还是怎样呢? 我想指数 其实说要穿上月尾的低位 24748 其实机会性是颇大的 甚至乎是小小时间的问题 因为始终的确都比自己预期还弱 因为始终你看到过去这几天 比如说特别昨天很明显 就是科技已经先穿了7月尾的低位 甚至乎这些重磅股 譬如腾讯、阿里两只龙头 都是穿了7月尾的低位 其实变上你可以见到一点 这些重磅的或者其他的 例如科技都穿了的时间 但唯独恒指未穿 只不过恒指因为本身成份管里面 还有一些比较偏向是传统经济类的股份 而那些普遍来说的股价都尚算硬正 这就叫做浪一浪的指数 但如果整个方向 譬如刚才提到一些监管的阴霾也好 或者这刻要说一些大家要出钱的 即是叫共同富裕、共享富贵 这些东西也好 我想整个方向对公司层面上说 其实还是比较利淡 或者是比较多一些不确定性存在 所以我觉得暂时的港股要再试下去 其实机会性是大一点 而且始终你记得都是一样 就是从资金流那边 你记得一来就近期的 有时反而跌市的成交是多了一点 也反映到其实大家都 当然未去到好像之前两千多的估额期 但是可能大家反过来就会沽到七八八了 但是你记得近期的都能够再有千五六亿的话 都有一点令大家可能会是半框底货 都撓出来去沽一下 所以成交始终都是比起之前 譬如反弹的浪来计算 其实是为之多一点 虽然我觉得整个的架局 其实都真的未必说太过乐观 所以部主上说真的要小心一点 甚至乎 说实际上也不是整个市场没有东西去护 没有东西去骂的 但是就要考虑大家是怎样去看 不同的板凡股份 例如恒指也好 或者是一些重磅股的 或者是一些科技股的 我觉得这些来说真的要小心一点 但是部分来说有一些主题也好 或者是业绩方面比较对板的 其实那些我想都还可以做一些相对的部署 可以 罗独人 不会去年轻절 是有点好 看清白 是有点好 对 有点好 走 像